江苏南通市行政大院前后楼花钱寄快递 说前两天在江苏南通行政中心大院工作的董女士 签收快递的时候 发现有一份普通会议通知 竟然是同在一个大院里办公的另一个部门 花了二十块钱寄来的 怎么前后楼送份通知还用快递 那快递师父说了 这样的大院快递我见多了 别说前后楼了 有时同一栋楼 楼上楼下还寄信 他们都懒得跑 对于这种雷人事 网友们也是纷纷议论的 有人就说了 说到底 就是老百姓的钱 他们花起来不心疼 还有人说 小洞不补 大洞难堵 政府例行节约 应该从每个细节做起 而专家表示 这种大院快递式的浪费 跟这公车消费 公款吃喝 不太一样的事 他不容易被察觉 很容易顺理成章 成为习惯 习惯就成自然 坏习惯害死人 这正是公务人员省腿脚 前后两楼快递跑 可知这种懒作风 也是浪费 得改掉 得改掉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